我开始了,今天我们讲云 云有很多种的,有1种,2种,3种,4种,5种,6种,7种,8种,9种,10种 云就在不同的高度,有些是低一些,有些是中间,有些再高一些 看到左手边这个云是大小还是小小的?大小,右手边这个是什么颜色? gray,下面那些就不同形状,上面就像那些模糊一样,不同形状的云 如果灰色,灰色的云就落雨落到叮叮叮叮叮的了,左边这些云就很高的 一般来说就会看到限雷闪电,而这个CI的云就少一点就没什么落雨的 所以不同的云呢,告诉你什么时候下雨 云是会走的,我说多一点,坐飞机,坐飞机呢,隔飞机通常就很高 在下面就会看到很多云,这些云呢,见不见?一层一层一层,这些云是什么色的? 白色,有些光一些,有些没那么光,所以云一定是灰色,有些云是白色,有些云是粉红色 其实云本身是没有色的,不过因为反射了,此时才搞 有没有那些云是蓝色的? 其实什么色都有的,视乎的情况 好了,见不见?这里太空影下去呢,下面绿色那些就是土地来的 这些云呢,就一块一块一块,见不见?这些是不是很多? 这里是不是很多云?下面一粒一粒,好像棉花糖那样 这里下面就很少了,这个就第二,像一个什么?这里 像你喜欢吃的那些什么?蘑菇,这个是第二次世界大战 是的,这个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在日本摆了原子弹 然后一爆炸,那些气体呢,那些烟冲上去就会立即整成云 所以云是视乎你们,这个火山爆发 我们昨天是不是讲山的?火山会爆发的 那些山会砰,然后一砰 是的,拿个世界地图来先,那一砰完之后呢,上面就会形成云 是的,承承过来先,这里是沙漠 沙漠下面很多沙,沙漠上面有没有云? 多云还是小云?很小云,所以沙漠上面就很小云 小云就是小雨,沙漠因为没什么水,所以上面的云呢 很小的,这里在做什么? 那些云是什么色? 如果你看到那些云那么厚,又黑色,又那么大 然后呢,通常就有沙漠闪电,这些是什么? 这里有多少条雷?1,2,3,4,数之不尽 那其实那些云呢,積在上面之后呢,那就有电流 它就会变哒,那些电流就会射向地上 显雷闪电,这个叫闪电,暖电,OK? 闪电通常在天空砍落地下,有时候会地上砍上去的 但是通常都是天空砍落地下,那如果 是的,如果爸爸站在下面被他砍中,我正在死,整个人马上死了 所以见到闪电呢,一定要走,一定要躲进车里面 找东西挡,知不知道?找一个床 躲在家,这个呢,其实暈呢,就上面,我们叫做 condensation,这个叫water cycle,我教你先 现在就教你,平时我们妈妈是否煲汤呢? 煲完汤,热了,蒸汽呢,那些steam就上去 水呢,会走的,它太热了,就会向天空走 走到天空呢,就会降温,就会变成暈了 暈之后太重,就下来变成雨,就下去海洋那里 如是者,一个兜圈,我们的water cycle 这样呢,败羊呢,就会叹着水 是的,一个cycle这样走的,那海洋那些水呢,我们就不能喝的 Lake那些水就能喝的,我们有咸水和淡水之分,明白吗? 整个cycle呢,这样兜圈 可以,所以那些云呢,走得很快的,记住 天空的云呢,天天在那里走来走去走去,可以 可以,可以,可以,OK 简单来说,我教你先,这个上去,我们叫 Perspiration,叫Evaberation 叫Condensation,然后下来,然后Evabrate 上去,Evabrate 如是者那样循环那些水呢,就会干净 好了,台风,我们昨天是不是讲台风呢? 拿个地图来先吧 这个不是台风 你有没有留意呢?东南西北,东南西北,有没有留意台风是怎样走的? 台风是东南西向西北面走的 这里是Pacific Ocean,我昨天说Pacific Ocean Hawaii 奥巴马那里,通常这里 台风就这里形成,就向西北 西北走,西北走就会撞到哪里 香港,台湾 菲律宾 是,撞到中国那里 他会向西北面走的 所以通常打台湾,一定是向西北面走的台风,可以吗? 他越走就越没力了 台风你先说一次,台风 是,他就向西北面走的,通常OK North West走的 看到台风,通常向西北面走 越走就越慢 这样走,他说路线 他为什么知道他的路线怎么走呢? 就是他在太空那里安了一些Saturnal 他在太空那里安了一些Saturnal 然后拍着下面的雲 你看着雲就知道那些风怎么走 风很重要,这些飞机不需要用引擎的 我们叫做Glider 所以天上的风很厉害,他不用用引擎都可以飞 另外看到这个人 他不用用引擎,就可以这样玩的了 行雷闪电很危险 通常有Thunder就有Nightning 见不见到现在雷电串到哪里了? 这幢大厦上面这一枝,我们叫Nightning Rock Nightning Rock是被雷针 一砍下去,然后那枝针就将那些电输到地上 就不会砍到爸爸了,不会砍到你了 好了,Nightning Rock是哪个人弄出来的? 就是这个美国人 他呢 你小心啊,这个人叫Benjamin Franklin 先告人多一次 Benjamin Franklin,是美国人来的 他那时候很严重 他放个风筝上天路,然后整条锁匙去试行雷 那最后呢 虽然很严重 但是他就研究到Nightning Rock 飞机都有安装的 之前飞机没有安装,但是这枝有安装的 他在机头这里安装了一枝东西 然后行雷闪电就砍下去 然后砍下去呢,他就将这些电释放了 不然这个飞机就会爆炸 所以呢,行雷闪电很危险 但是因为他现在安装了Nightning Rock 所以就不会爆炸 好了 平时行雷闪电通常会听到 会看到闪电先的 看到光先的 之后才BOOM BOOM 听到有声 为什么呢 因为一枝直升机 那些鼻雷那些行雷 BOOM 然后那些电就在这儿会放 可不可以用第二架飞机来 这架直升机 HELICOPTER 拿一架飞机来 通常呢 你要先看到有光先的 因为呢 听着这个很深的 因为声音呢 有速度的 光有速度的 光呢 速度就比声音快 光通常比声音快 五倍 所以通常你看到有光 不要跟着坐下 通常你看到有光 闪了之后呢 通常五秒之后 才会听到BOOM BOOM 明不明啊 那你今天学了些什么 有什么问 随便问 有什么问 不是 是是 OK OK 不是 那一步呢 说啊 有什么帮到你 是 再来个吧 好不好 这里 逐个逐个 这个有什么问 为什么 这个有BB 不是 这个有BB 我们先不要理会它的名字 有不同的名字 你看到云有不同的形状 不用理会它的名字 有些比较大 有些比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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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 不同颜色的云呢 你越是灰色 就通常是行雷闪电 或者快下雨 你脓脓脏就没那么快下雨 SC 是一个short form 下面有个字 SC AS AC C C CF D IC B N S 有时候学习东西 我们不用每一件都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